上海银保监局副局长周文杰9月14日被查 成为继公航上海分航行长顾国民之后 又一个落马上海金融老虎 消息指周文杰设浙商银行上海分航行长顾清两岸 时间前浙商银行被银保监会罚款1亿120万元 因美国制裁华为急于开发自家系统 早前华为宣布将在明年推出鸿蒙2.0作业系统的手机 并公开了鸿蒙的开源码 不过有开发者发现鸿蒙系统底层 似乎是用开源的Android为基础设计 基本上只是将Android换皮操作 把Android的开源码拿来 把里面的关键词替换一下 结果替换的不干净 Android的包名直接出现在鸿蒙OS2.0的开源码中 中共频繁宣称科技自主 要搞大飞机计划 但目前仍只停在宣传环节 中共的C919客机仍未能交付使用 近日有美国华府顾问表示 能让中共所谓国产飞机起飞的技术和设备都来自西方 尤其是美国 考虑到这些技术可能被中共用于军方 西方国家正在审慎对待 近日香港武打演员成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自曝他在拍摄急先锋 海上追逐戏时发生意外 整整消失了45秒 差点被淹死了 新唐人也在电视正面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